大家好,我是娃娃没想到把猪肝放到锅里蒸一蒸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美食 好多人都没有这样做过,更没有这样吃过 今天花了五块钱买了一些猪肝 清水中加入一勺盐,搅拌化开 放入猪肝,先浸泡三十分钟 这样能够很好地泡出猪肝里面的血水 浸泡过后的猪肝颜色稍微发白 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血水 这个血水就是猪肝腥味的主要来源 再把猪肝清洗干净 然后用流动的清水多清洗几遍,清洗干净 接着加入八角,桂皮,香叶,两个干辣椒,姜片 几根香菜可以去新增香 接着再加入多一点的食盐 这也是这道菜的关键 撒匀之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没过食材就可以 然后冷水上锅蒸 盖上一个盘子防止水蒸气低落 然后盖上盖子,水开之后蒸四十分钟 碗中加入蒜末,小米椒,葱花 再加入生抽和香油 一个简单的料汁就调好了 鲜嫩好吃的盐水猪肝是蒸出来的 可不是煮出来的哦 蒸出来的猪肝不仅原汁原味 而且还特别的嫩 先把它夹出来自然放凉 放凉之后再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猪肝 非常的鲜嫩露味 五香味十足,越嚼越香 平时用它来招待客人 也是非常的有面子 下饭下酒都可以 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收藏起来四十八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